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我们介绍 估计误差跟样本数 我们要讨论怎么样去估计误差跟样本数 我们从信赖区间的角度看是最容易的 假设这是一个大样本的状况 所谓的常态母体 要不就是非常态母体 但是我们想要利用的是什么 中央极限定理让我们使用Z分配 那么现在来看 现在有N个这个Random的一个Sample 抽进来以后 它的抽样分配XBar 它是服从这个是常态分配 μ是原来的这个X的 这是Sigma平方除以N 这个我们要了解 这就是抽样分配的状况 那么现在我们做一个假设 怎么假设呢 是现在我们看这个图 信赖区间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希望的是百分之 这个应该说百分之一百乘上一减α 也就是这边是二分之α 这边是二分之α X减μ小于等于低 我希望是落在一减α之间 就是落在哪里 落在这边 那么现在这是我们的误差 好那现在我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我把这个全部都处理一个 Sigma比上根号N Sigma比上根号N 那么我们来看左边 这不就是Z了吗 对不对 Z Z介于这小于等于 这个是等于一减二分之α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这就是什么 这是Z的二分之α 这是Z 这也是Z的二分之α 是负的 那么我们以这个来看 这两个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算式 这个算式 我们可以一口气可以获得 D就指的是误差 就这里误差 这是误差 这个误差 就直接乘过去 就可以算出来了 可是我们更有兴趣的 不是看这个误差 我们是看什么呢 样本数 我们这个地方 乘过乘过去两边平方 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一个样本数的公式 就是说 在这个误差这个范围 D的这个范围 我们至少要有多少个样本 因为我们的样本数越多 那么我们的误差将会越小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估计的一个样本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公式 这是Z二分之阿法 这是查表得来的 这是我们要求的误差 刮胡的平方乘上 这是什么呢 这是母体的变异数 好 有了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做下面的例题了 这是交大金管所的一个例题 那我们来看看里面题目的意思 我们的话呢 是说 这个是output 这个production line 是指的是生产线 生产线 什么的生产线呢 这是什么 铁管 钢管 钢管的话呢 它的 这叫做 标准差 标准差的话呢 生产线的标准差是 Sigma是几 是十 那么我们现在想要去做估计 estimate是估计 估计这个 平均数 那么现在mu 他就想要估计这个平均数mu了 然后再什么呢 这是正负2.5的误差 而且的话呢 怎么样 95%的信赖区间 那么他现在问的是 这个sample size 我们要要求要多少 那这怎么做呢 既然是95%的信赖区间 我们希望有95%的把握 也就是说 几率 距离这个mu 左右啊 因为就加了个绝对值 他要求要怎么样 误差 小于等于多少 2.5 等于多少 0.95 我把这个题目的意思 写成了算式 就是这样 那么现在再下一步 这个地方我除以一个sigma 除以一个根号n sigma除以根号n 那这个地方一样是0.95 来 我们把它改写一下 这个除以sigma 除以根号n的目的 是希望把它改为z 这边是2.5 sigma除以 sigma是几 10 所以我们这边写10 再除以根号n 像这个几率 我们希望它是0.95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0.95 是 这是 常态分配 它有没有提 没有 但是的话呢 生产线 那我们相信这个n 当然是 大样本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用z 没有问题 而且95 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是常态分配的话呢 95 这边z值是多少 z2分之α是 正负1.96 这个是 无庸置疑的 这是我们在 上个学期 做了很多很多的题目 都是用这个 0.025的 这是1.96的部分 好 那现在我们看 我们希望的是这个值 我们要看这个值就好了 这个 我们希望等于多少 1.96 好 我们来看 2.5 除以10 除以根号n 我希望就是1.96 那么我们乘过去 2.5 就可以写成什么 19.6 除以根号n 所以我们移过去 根号n是多少 根号n等于 19.6 2.5 n就是 19.6 除以2.5的 平方 来我们计算器按一下 19.6 19.6 除2.5 再来个平方 7.84的平方 就变多少呢 61.46 60多 那么 以n来说的话 当然不会是小数 我们取它的整数 要比它高 才是代表保守 所以n要取起 至少要取起呢 62个样本 我们才能够确保 这个误差 正负2.5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得到的 那么我们看 另外一种状况 跟刚才那个状况 是很类似的 但这个题目是 母体比例 其实母体比例 跟我们一般的情况 是差不多的 只差在这个标准物 有点不一样 来我们看看 回忆一下 刚才我们的误差公式 是这个 那么现在 同样的 原来是 sigma除以根号n 我们如果是 在母体比例的情况 也是大样本的情况 我们要改成多少 根号n分之pq 这是我们在 母体比例的地方 都有交过了 那么我们用这个来取代 pq 注意的是 这个地方 不一定是 这个地方原则上 应该没有head 但是因为我们 假设不知道的情况 所以我们phead 来去取代p 那么qhead 就是1减掉phead 所以我们两边都一起平方 以后再计算 n就可以算出来了 是z 二分之alpha 除以d 刮虎的平方 这边要乘上pq 注意如果pq不知道 就用phead qhead来取代 那么要小心的地方是说 万一phead qhead都不知道呢 我们可不可以算呢 是可以的 因为这都是 这两个相加是什么 是1 我们最大最大来说 这两个相乘 合在一起去1的话 什么时候是最大呢 相等的时候是最大 所以保守的估计 我们只要令 这个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 等于四分之一 将是所有 我们怎么样搭配 都不会比四分之一 要来的大 所以这是我们的 保守估计的状况 我们的n 超过了这个 这个样本 都会达到我们原来的要求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 怎么去估计误差 然后最主要是 我们再去算 以一个固定误差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样本数 至少要多少 那么这个地方 在实物上来说 就是比如说在临床试验 我们在生物统计上面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样本数 来控制误差 这件事情 我们是从上面 就可以得到的 那重点是 样本数 我们也越多 当然是越好 可是我们要知道 样本越高 实验的成本就越高 所以基本上来说 我们要节约成本 只要能够达到了 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可以了 那么样本数这件事情 其实是在实物上来说 非常的实用 而且重要